也许在很多华人印象当中 澳大利亚的建筑质量就像澳洲生产的食品 保健品一样质量从来都是过硬的 但是今天的内容可能要打破大家对澳洲建筑质量心中的神话了 在悉尼公寓G2.3被爆出 部分住户因为建筑被认为不安全 不适宜居住而被疏散之后 新南威尔什州政府正在开始努力整顿建筑质量标准 其实最早在2018年底位于悉尼内南区Zatland 一个30套带运房的公寓楼就被爆出因为质量问题 而对业主进行了疏散撤离这样的丑闻 而原因就在于这栋楼的水保护系统失效 导致大量的水流入到楼内造成了结构性损坏 可是令人诧异的是悉尼市政府并不知道 该建筑具体是什么时候被疏散的 也不知道受影响的居民是否得到了安置 本以为悲剧可以止步于此 但是没想到的是在去年圣诞平安夜的当天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36层公寓楼OPPO TOWER 发现了裂痕居民被紧急疏散 数百名居民无家可归 接二连三 在今年6月 MASCO的一个10层居民楼MASCO TAVER停车场 居然出现裂缝 7月才刚刚建成3年不到 位于Campsy的一栋Park Village公寓大楼 地下室天花板和地面也出现了几条巨大的裂痕 澳洲出现的楼岛岛楼翠翠石越来越多 很多的住户变成无家可归 甚至澳洲整个房地产市场都因此受到冲击 正在经历着近现代人们记忆当中最惨烈的下跌 速度甚至超过了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 那这些楼岛岛楼翠翠裂裂的大楼到底由谁来负责呢 这些事件迅速引起人们对悉尼乃至全澳大利亚高层公寓楼 新开发项目质量和审批程序的关注 新州政府负责建筑监管的部长 正在考虑对建筑业进行彻底的改革 负责对162亿的学校礼堂 全国建筑项目进行调查的建筑专家就表示 由于备受指责的悉尼OPPO TOWER的结构性问题 他并不感到意外 因为近几十年他就提出了广泛存在建筑质量问题 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 但是却没有人没有相关的部门因此做出改变 Flexure建筑集团的前任首席执行官David Chandler也在审查 建筑教育改革计划下提供的学校设施 发现了大量伪劣建筑工程 新南威尔士州的问题最多 包括物非所值和建筑质量差 他说问题的大部分原因在于 州监管机构缺乏以任何重要方式执行建筑标准的骨气和预算 而且他们的工作也被部长们所破坏 因为后者太容易屈服于建筑业游说团体的压力 也就是说监管机构的失败也是建筑质量问题的关键 Chandler说当部长们太容易屈服于游说者的压力的时候就会破坏监管机构 当监管机构不愿意对这个行业采取强硬态度 他们知道行业协会会踏平到部长办公室的门槛 并且会说你为什么要让我们的会员这么难做的时候 这个行业也许就到了必须或者说不得不改善的时候 当然调查的事情方面还有太多太多 最后调查的结果对未来开发建筑制度流程的影响 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基本上上老师的影响 就是一个新链的录方 所以我们数字与疾伞的状况 我们一个人们最喜欢的经营 建筑制度既扔的人 现在开始一直έ出 他们在助于 对選颇 开始 负联系 堅 再会